两岸新闻焦点 焦点时事探索 两岸互动交流 请听中央广播电台新闻部制作的两岸ING 听众朋友你好 我是黄丽杰 欢迎收听两岸ING节目 我们谈到极端气候呢 其实让地球各个角落都非常有感 像我在台湾就觉得 今年冬天都不冷 那我们的气象鼠早就告诉我们说 今年台湾会是暖冬 可能是声音现象 但是看到一些国家可不一样 比如说远在欧洲德国下起数十年来的大雪 而在非洲支角的伊索比亚 索马利亚跟肯亚 这些国家去年遭逢40年来最严重的干旱 这在节目当中我们也都关心过 那么其实当时联合国就提出警告 这些国家有可能2000万人会面临饥饿的风险 不过我想人类是健忘的吗 因为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主题就是说 联合国气候大会总是不忘提醒 我们必须要为这个地球降温 而且设定目标 但是好像落实行动挑战重重 目前我们在讲这些话题的时候 联合国气候变化刚要公约 第28色会就是COP28正在杜拜召开 中国大陆跟美国是蛮受关注 因为它是两个排碳大国 但是元首没有出席 是改排他们的官员来参加 至于我们台湾呢 我们不是联合国的成员 不过我们展现接轨国际 还有行动力的一个决心 今年我们是寻网利 以非政府组织观察员的民意报名来参加 那我们的环境部长薛富胜 是有率各部会代表来参加 进行多场国际交流 当然在民间方面 我自己侧面了解的也不少民间企业 甚至有些专家学者会前往参与并且关注 那么其实在台湾我们一些政策都已经立法通过 当然也陆续展开行动 而在今天我们要特别邀请 对简谈议题相当关注的 台湾师范大学应用华语文学系副教授 杨宗荣来分享他怎么样身体力行 当然我们会从COP28 在今年探讨的几个重要焦点说起 非常欢迎杨副教授您好 您好主持人好 COP2811月30到12月12号召开 我先把这个数据念给大家 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 专门委员会发表多次综合评估报告 2030到2035年之间 全球气温将会突破1.5度C 那我们能够控制升温1.5度C 守住所谓地球生命线吗 好在这次大会会有很多面向来盘点 那事实上也有一些议题初步有了一些共识 首先我们先带到的是 在过去节目当中我有提到 就是气候难民 这一次很难得在第一天的时候 同意要启动金额达到4.3亿美元的损失与损害基金 其实这在很久以前 大概1991年就有被提出来 但是小谷的声音似乎是被淹没了 一直到去年还是有些国家是反对的 我想这应该像是媒体所做的一个标题 重大突破吗 是就是这个COP系列 应该是目前全球人类最主要的推进 因应气候变迁的一个行动组织 在COP的历史上比较有名的是COP3 进度议定书都是公布 我们现在的这个探权的这种概念 从那个时候来的 还有一个比较有名的就是COP21 巴黎协定 这个巴黎协定定下来 我们所有的这个气候行动的目标 我们说不要让地球升温超过两度 往不要升温1.5度的这个目标迈进 这是当时重要的成果 现在所提出来的2050净零排放 是COP26 就是两年前在英国格拉斯哥的这个会议上面 所确定的 那么去年呢 去年在埃及进行的这一场大会 等于说就把讨论多年的 怎么样做到这个让地球平等 你不要让这个排碳比较多的国家享受经济成果 结果让这个排碳比较少的这些穷国 它变成是受害国 所以就说设定了这个赔偿跟补偿的这个基金 但是呢 这个基金去年提出来的时候 大家是很悲观 因为看不出其他国家 有什么重大的承诺 所以就说只是做一个概念提出来 但是没有想到 今年的COP28正好又是在产游国家来举行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大胆的安排 但是呢 希望能够有所成就了 那我想就这一次的这个会议的规模来讲 是有史以来最大的 就台湾的代表团来讲 也是这一次就说参与最多的 但我要讲的地方就是说 2023年 今年去举行的这个COP28 它有一个相当特别的意义 气候变迁 到了现在 已经是全球注目的焦点 2023年的7月份 那时候温度测出来 是最高的 连续有一个礼拜 每天破纪录 每天破纪录 这个纪录我们可以这样讲 就是说人类有温度测量开始 最热的时候 所以就说我们已经达到一个地球暖化 高峰了 而且呢 如果你要从地球的历史来讲 这个就是从冰河时期到现在 十几万年的时间里面 地球最热的时候 我们现在已经人为的作为 就是燃烧石化燃料 我们说化石燃料 已经破坏了整个大气的结构 让温室气体效应 造成的气候变迁达到高峰了 这个情况下 由石油产油国家 他来召开这个会议 他们也参与在里面 那这个当然是争议不断 但是呢 这一次大家想说一定要有所突破 既然所有的人都参加在里面 包含您刚刚讲到 中国美国这两个排碳最大的两个国家 他们在其他的事情上面 互相竞争有不同的意见 但是呢 讲到这个气候变迁地球暖化 大家应该要为地球做一点事 他们都同意 所以这个会议本身它意义不同 重点在这里 好在今年我们关注的重要的焦点 就在这里 美中呢 还是有攜手合作 在一些相关的议题的探讨 这个部分 那这个损害的基金 这个部分怎么样的运用 当然我觉得听起来 都还是一个比较消极的 因为已经造成一些国家的人民受害了 你必须要给它补偿 否则这些国家会觉得 我的工业经济的发展 没有排那么多碳 为什么要承受这么多恶果呢 所以我觉得也是给他们一点 正义的补偿 那在这次的大会当中 我们的国合会呢 在现场举办了蛮多会议的 其实我们也是尽我们所能 向国际友人阐述 对于岛国的人才技术援助 还有粮食安全议题上提供 原意膳食多元推广计划等等 看起来是很细 但是很多都是从自己可以着手先做起 慢慢的国际一起来吸手的话 我想力量会更大 这个地方我也许可以补充 就是说从这个国际政治的角度 我们说这是一个特殊的课题 就是叫做气候变迁的国际政治 那我们这样讲好了 刚刚讲到那个损害与补偿 举三个地方来做例子 一个地方就是太平洋的小岛 就是说这些国家 按照目前冰河退冰的这个速度 海平面不管你说七公尺八公尺九公尺 这些国家通通都会灭国 尤其是我们的邦交国 现在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在南太平洋 所以这个地方是重点所在 您刚刚讲的那个计划里面 虽然它是粮食安全土地什么 这些虽然很琐碎 但实际上对这些国家来讲是重要的 那我们的国合会在这里面 也在施展了戾气 那除了这个南太平洋地区以外 还有一个重要的地方 是人口大国 最典型的就是巴基斯坦 跟这个斯里兰卡 这几个国家 等于在过去的这一段时间里面 是受尽了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个伤害 巴基斯坦曾经就说这个国家 一半以上的国土浸在水里面 做大水 那像斯里兰卡 它这个干旱造成这个国家破产 这个都是非常严重 那当然再来一个领域就是这个非洲 那我们说南亚地区 人口众多的地方跟这个非洲 他们的情况都是一样的 他们是碳排算是最少的国家 但是反而现在变成是气候变前 就是受害影响最大的地方 那么刚刚您讲到这个损害补偿这个部分 国际在观察的时候 也会从就说 到底大家是花了多少力气去做这件事情 那我们现在看起来 目前承诺最多 出钱最多的 还是欧盟的国家 欧洲的这个领导国家 他们的承诺最多 反过来来讲 美国目前承诺的金额 看起来就是相当的少 非常象征性 所以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至少在这件事情上面 美国并没有把力气放在这里 那么值得注意的 就是说在美中互相竞争的这个情况下 其实中国在中东地区 还有在非洲这个地方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们对这些地方 有多少的这个承诺 其实也是我们观察的重点 OK好 我们继续刚才杨副教授所提到的 媒体也有披露中美两国 他们探讨的焦点议题之一 针对甲碗的减排 他们有讨论 因为之前他们有阳光之乡的声明 这个部分其实各国可能有不同的考量 但是接下来点到我们等一下要讲了 就是更积极的应该就是说 怎么样来让这个减碳的动作 更积极让降温快不走了 现在看起来因为气候公约 今年还第一次进行全球盘点 有多数国家都将净零排放作为目标 台湾也是吗 我们从法规制度面政策方案都有 有一个2050的净零排放目标已经入法了 也推动碳定价制度碳费等等这些都有讨论 还有订定2050净零排放路径蓝图 跟净零转型12项关键战略行动计划 也编例一大笔预算 然后逐年逐年来推动 中国大陆大家也很清楚 他们说了2030年之前会碳达峰 2060前之前会碳中和 当然外界也说为什么是2060 为什么不2050呢 会有一些期待跟要求 好 联合国的环境规划署 今年11月底就发布一个 2023排放差距报告 清楚指出这些作为都还是不足 好 各国为什么难以落实减碳行动 刚才从杨副教授你的观察 的一个角度来看 好像就是一些国家 他们看的或重视的 或是提出的做法不一 就会让这个脚步虽然有前进 可是还是不是一个大步跨的感觉 这个是一个原因之一 还有是不是追求经济成长 还是美国家把它列为是第一有限的 可能我们这样来看这个事情 我们说目前整个人类社会 共同的机制就是COP大会 那这个一年一度的大会 其实也有很多人抱持着 就说不是那么乐观的态度 你说你一年才开一次会 这个怎么能够有可能处理 刚刚讲到那么多的问题 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还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会议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气候变迁 我们讨论这个相关的议题 我们都还是共事决 都还是就是说志愿性的原则 所以在这个时候 每一个国家 它站在不同的角度上去衡量 它有不同的态度 我快速可以反映一下 就是刚刚您提到的几个问题 刚刚讲到说美国的角色 我们说甲烷的排放 其实甲烷的排放 在COP26的时候 就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题目 但是这个甲烷的排放 它的重点是在于说 甲烷主要是畜牧业 畜牧业的排放 甲烷是非常高的 那畜牧业你会影响到的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澳洲 纽西兰 英国 这些国家 都会受到重要的经济上的冲击 所以一方面呢 大家赞同甲烷敬礼 一方面呢 我们还是要找到某一些方式 这个方式就是说 让主要的这些国家 能够把碳排放降下来 那么如果以中国的角色来讲 刚刚讲到中国2030年 甲烷它其实它现在 它的排碳还在继续增长 它是最高的 它还继续在增长 当然我们也是两面来看它 其实它这个是造成 目前的高额的排放 一个非常重要的来源 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当它愿意选择2060 算是一个特权 其他所有的国家都是2050 它做这个承诺 我们说至少大家也愿意 在这个互相折冲的过程里面 找到一个平衡点 其他国家也同意 那我们说这个算是过去所做的 这个重大的成就 那这个成就呢 我们说今年 今年大家都觉得说 我们已经到了一个时间了 就是2015年的 那个巴黎合会的那个协定 大家所提出来的 不要就是说往这个增加温度 不要超过1.5度 这样的目标迈进 那今年就会做一个盘点 现在看起来这个数字是不乐观 我们现在已经增温到1.4度 所以就说基本上已经接近临界值了 所以这个时候大家说 可能就以今年的这个会议来讲 应该要有所突破 应该要经过这个盘点之后 有重大的决定提出来 现在大家就在等 观察这个情况是怎么样 那么我们看一下台湾的角色 你说台湾是在今年的年初 1月份通过的气候变迁因应法 在这个法律里面 我们把2050净零排放入法 我们目前台湾是少数 有入法的国家之一 表示我们的诚意 那也把这个原来的国际的承诺 变成国内的这些企业 大家共同的责任 从政府的角色来讲 他也做了相当多的事情 不过我们也要指出来 其实台湾目前 实际上在做的这个承诺 国际的承诺来讲 我们是做的相当不够 联合国的那个目标 是要求就是2030年 要减碳 变成是2005年 作为基准年的50% 那么欧盟 你现在看到欧盟 欧盟自从就说 美国当时退出巴黎和会 欧盟就一马当先 他就变成国际的领导 欧盟现在变成 我们在推动这整个 净银排放的主要推手 那他们现在 目前欧盟到处都可以看到 一个标语 叫做fit for 55 就是说我们要减量55% 意思是说 他要做的比联合国规定的 要更多 所以像欧盟就有相当大的决心 在做这件事 反过来来看台湾 我们目前2030所定出来的目标 是减碳24% 加减1 几乎我们是在所有的工业国家里面 垫底的 最后一名的 我们就说 我们为了考虑 这个厂商的负担 非常的保守 保守到 基本上别人会觉得说 我们努力不够 我们努力不够 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台湾的媒体 也有在这个COP的28的现场 跟我们的环境部长 薛部长反映了 我们应该怎么做呢 薛部长他告诉我们 就是说先进国家已经加码 要让2030年 这个减碳达到30% 台湾目标只有24% 未来7年 我们怎么样加速来推动 他说这一点 当然我们是要保守一点来规划 不叫做你真的是点到重点 因为可能务实来看 我们的企业厂商 在配合上 可能也许需要一点时间 但是他说他个人还算乐观 因为他说科技会进步 就是可能我们还仰赖 这个很关键的一个部分 他说在政府的规划里头 再生能源 包括地热 升值能源 海洋发电 还有氢能 他说我们中研院跟台电 已经成功实验出 能够把甲烷烈解 变成氢气跟烫黑骨体 非常专业 但今天我们节目 真的是非常的荣幸 能够邀请到杨聪荣副教授 因为老师您 其实大学念的 就是这方面的专业 对这个议题 其实在学生时代 您就非常非常的关注了 当然在过去节目里头 听众朋友会觉得 杨聪荣副教授 谈的不是在这 有关华语文方面的 比如说中国大陆 在海外很多国家 设立有孔子学院 那台湾能够做些什么 这些比较属于国际政治的 这个部分 非常谢谢杨副教授 在今天我们节目当中 来探讨这些 所以我们台湾 要努力的还不少 当然从这次参加这个大会 我想官员都到了 应该也会看到 听到很多国家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那我们回来之后 有入法之后 我们应该怎么样来推动 所以在科技会进步 这点老师您应该不会觉得 没有信心吧 我们可以特别谈一下 有关科技的部分 我个人的背景是这样 过去其实学了自然科学 社会科学跟人文科学 以前在学校 因为我在华语系教书 多多少少就会被认为说 这个老师好像就说 涉及不同的这个领域 但实际上现在 当ESG这个课题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们更需要一些 不同背景的整合人才 像永续这件事情 就是一个需要不同背景 学科的人共同努力 那学过这些不同的学科 那关心环境问题 也是关心得很早 所以呢特别出书 怎么样去做这个碳盘查 做减碳 那我也非常讶异发现说 当我这么晚才写了这个书 那结果还是变成台湾的 第一本书 那到目前为止 还是碳盘查的唯一本中文的书 可以参考 所以表示说我们在这个部分 还有很多努力的空间 那讲到您刚刚讲到的 这个科技的部分 我们可以有一个外在的观察 像现在因为这个法律通过了 那目前我们就是有这个农业部 跟环境部的这个设立 那环境部部长本身呢 就是一个科技人 所以他本身他对于就是说 刚刚这边有提到的这几个技术 有相当程度的了解 那我们的中研院呢 也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 最高的研究单位 他们也特别提出来 我们怎么样可以做出突破出来 所以不管是说能源的种类 海洋能 地热 或者是说其他的这种裂解方法 轻能 然后脱炭 这种做法都有 我觉得就是说 在目前的这个情况下 可能台湾是有机会 利用科技的方法来突破 更何况我们现在当联合国提出来 2050净零排放 他所安排的这个路径的过程里面 很多都是要应用到 未来科技的发展 那尤其是我们要减碳 有四个方法 一个就是盘查类 我要能够计算出来 我能够管理 另外一个叫做减量类 我既然知道我的数量 我要慢慢把它减量下来 我们说第三类是碳权类 目前台湾在这个 同样这个气候边界应易法里面 已经成立了碳权交易中心 所以我们以后也会利用这个金融的机构 会鼓励大家用商业经济的方法来减碳 那么第四类是最困难的 就是叫做碳捕桌类 就是我们要从大自然里面 已经有的二氧化碳要把它减掉 也就是所谓的复碳的技术 这个是最困难的 到目前为止成就最小的 但是看起来台湾也有一些技术上的突破 所以我们会有机会 未来会发展 就是说希望台湾也能够设法在这方面 能够有所贡献 我觉得这个是就是说 如果我们在讨论这个整个气候变迁 那我想科技突破 会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一个解决方案 是所以我们要有自信 我们的环境部长也是这方面的专家 他敢这样说 所以利用这个科技的力量 来让我们有一个关键改变的一个开始 这个从现在开始就还有七年的时间 那我们在协助排碳的这件事情的时候 台湾是靠制造业出口 这是我们的经济的最大中 如果说我们的出口 必须要根据碳的这个过程 去交这个碳费或碳税的话 这是影响很大 那我们仔细看过这个欧盟的碳边境税 欧盟碳边境机制 是目前人类社会第一个成型的碳要收税的这个制度 在这个制度里面 大概给一般的这个进口厂商 大概差不多有六七年的缓冲期 也就是说今年开始要申报 2026年要开始征收碳税 但前面都有比较高额的减碳额 那我觉得就是说从这个角度来讲 其实我们要很清楚的让台湾的厂商知道说 台湾的制造业呢 大概有这个六七年的时间 应该要想办法把高碳排的这个制程 把它真的降下来 你如果降得下来 你的产品就有竞争力 如果反过来来讲 如果你降不下来的话 那台湾的经济可能会受到很大的冲击 是我想政府应该也有正视 那么企业有些或许也已经有了脚步 像台积电几个大企业 他们也已经先起跑了 我们的监督力量是还蛮强的 所以新科技在养来的同时 我们有些必须要很精准的算出来 像老师你提到的 比如说怎么样做碳盘查 所以在您写的这本书里头 大家就可以看到我们怎么样来减碳 先知道碳目前我们存在都是怎么样去减量 所以这本数位化的碳盘查 第一次就上手 应该很容易看懂了 这个您刚刚提到是我的第二本书 第一本书叫做碳盘查 然后有一个副标题叫做碳盘查成功关键秘籍 当然是比较是从知识跟原理的角度来讲 那我出的这个第二本书 是想要利用这个数位化的方式 协助做碳排的数量化的计算 主要是利用电脑系统 计算这个碳盘查的数量 就是说到底排碳多少 那我想未来我们的这个经济活动 包含生产活动在内 如果大家都很容易得到这个数字的话 我们也比较容易做这个管理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台湾的消费市场里面 我们其实不是每一样东西都有把碳足迹算出来 比方说你坐高铁 飞便有一个高铁票的那个碳足迹 可是目前台湾只推动了十年 只有不到一千项的品项 有标题 申请碳足迹 所以呢你说你进到大卖场 你看到上万件的东西 如果只有一千件去标明 那消费者不会把它当作是一个重要的事情 对待 所以我们还是要加把劲 去推动一下 我们怎么样从这个企业的减碳 到一般民间个人 可以做生活的减碳 这个就是说就联合国来讲 它叫做建立国际的伙伴关系 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 就这件事情来讲我们还需要加把劲 没有错 这次参加着COP28 大会其实有蛮多金融机构的 从金融机构 其实在节目当中 我们也告诉听众朋友 他们可以做的也蛮多的 你要来申请这个资金要投资 其实我可以要求你 从上游端一直到下游端 那民众我们在下游端消费部分 我们可以做些什么 可以从这边来给上游端一些压力 如果没有碳足迹的话 我们可能就类似聚买了 软的这方面的行动的提醒 是吗 是应该这样讲 就是说现在国际上在推动减碳 我们有发展好几套不同的制度跟方法 其中碳税跟碳费是一件事 刚刚您提到的金融 我们不妨这样讲 就是目前台湾 我们所推动的跟国际同步的 就是所谓的净零减碳 金融先行 也就是说金融业 假如金融业你能够让他呢 比较有这个意识 知道怎么做的话 他来推动各个这个企业效果会比较好一点 没错 在目前我们金管会就有所谓的绿色金融3.0 是 那目前有一个国际的这个准则 叫做国际金融机构 受信的碳排放计算标准 这个国际标准 叫PCAF Pick Off 那我现在在教这个课 我就会发现说 我们其实台湾在跟上国际化的这个脚步的时候 略显不足 因为这个呢 目前在荷兰的银行发起之后 世界上有600多个这个金融机构共同签署 共同同意用这样的方式 为求金融界推动这个碳排放的这个一致性 简单的这样讲 就是说银行借钱给你 你从事生产的碳排放呢 也最后要计算回来 变成这个金融机构的负担 在这个情况下 就可以用金融制度 去鼓励金融业 他借钱给你 同时教你怎么样去减碳 怎么样去加速进行 就是说减碳的这个工作 这个是我们人类社会设计出来的制度 而且在国际上大家有共识了 那这个规范因为它还是很新 2020年的时候才提出来PCF 然后那个2022年 它的第二版才落实下来 其实我们要赶快加紧追上国际的脚步 用最新的这个制度 推动这整个排碳行动的发展 我觉得台湾各界 还有很多努力的这个空间 大家应该要一起来努力 好非常谢谢傅教授 您的提醒跟建议 那金管会目前是有规范企业盘查 温室气体范畴 一些部分 但是现在一些国际风向有了一些改变 各国一些做法 我们或许都可以参考了 像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在三月提出个法规草案 要求上市公司 在财报揭露气候 相关财务影响资讯 目的都是要导向一个 就是怎么样做好这个碳的盘查 减碳的工作 好我想今天因为时间有限 但是我想很多重点也提醒了大家 环保减碳的议题 台湾怎么样来接轨国际规范的行动 非常感谢我们台湾师范大学 英语华语文学系 副教授杨聪荣 非常专业的解析 还有建议 非常谢谢杨副教授 谢谢您 谢谢主人 谢谢大家 好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安居节目 非常感谢听众朋友 您的收听 华丽节祝福您 我们下次同时间 空中造坏